众所周知,传送门可以不断循环传送子弹 当然,它还有个小功能植物 可以利用它让自身子弹经过不断传送打到僵尸身上 非常的nice 那么如果双发射手发射不同的子弹经过传送门 抑制5万血量,赶揽球小僵尸 可以坚持在哪一种子弹的传送门内成功走到终点 第一种玉米大炮子弹 第二种冰西瓜 打规矩几场,不死不凶 第三种黄油 打规矩几场 打规矩几场,不死不凶